金星在节目中伺过很多明星,不过大多数明星只是坚缓刻薄的言语攻击,但这位明星却是被爆出了很多黑料,以至于遭到了各大平台的封杀,甚至可以说是身败名利。 金星,1967年8月13日,出生在辽宁沈阳,中国舞蹈家,脱口秀主持人,1978年加入沈阳京区前进歌舞团,1984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,2015年1月,主持个人脱口秀节目金星秀,后来,他还在超级演说家节目中担任导师,录制急速前进第三季。 不过,不到30岁的金星就做了变性手术,圆了他的女人梦,金星是众所周知的毒蛇妇,他主持的节目中,有很多明星被他撕过,他的毒蛇有些狂,却没人敢说他狂,金星敢于做别人不敢做的事,他直言不讳,记得曾经含血都被他当场对过。 小姑娘不敢吃活蚯蚓,这个我可以理解,但我想对艺人说的是,不要以为真人秀的钱就这么好挣,跟着贝儿去冒险,贝儿都吃了,你不住跟着去干嘛呢?去当被嫂啊。 不过,韩雪也是当场很有素质的对回去了,因为这个事,金星还当场向韩雪道歉了,不过也是因为韩雪本身,在娱乐圈,就是一名干净的女星,从没有过分而,家庭背景也非常强大。 但是,金星对过的这位明星,直接没能再哄起来,她就是萨丁丁,萨丁丁之前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女歌手,尤其是她那首《万物声》,很受网友的喜欢。 但是在一次春晚上,萨丁丁不小心把话筒拿反了,但现场仍然有声音,于是萨丁丁的名气就一落千丈。 后来,金星在节目中录的萨丁丁,一来暗奉她讲唱的是,二来曝出她的一些黑料,她劝,萨丁丁萨丁丁丁丁姓名和民族都可以改变,明明是山东大牛,居然穿起少数民族服装,唱起少数民族的歌,那不就是半夜翻墙来找我的那个山东大牛吗? 不仅这些,金星更是爆出来更多的事情,网友们也表示对她很失望。 很多网友表示,金星是一个充满真能量的明星,这件事做得很好,确实,萨丁丁也算是自作自受,没有做到自己作为歌手该做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